嗨大家好,我是美乐 今天是台北自行车展的第一天 然后我们现在要进去看看 今年有展出什么特别的东西 然后今年是疫情后开放的第一年 所以有很多的外国人来这边参展 来看展哦 应该会有比较多东西吧 那我们进去看看吧 然后前几天要来看展的话 是可以用名片换 在网路上先填 就可以直接用名片换正进来 那如果是礼拜六来参观的话 就是要购票 上网购票再进来 在南港展览馆 因为入口一进来就可以看到这一区 它这里一进来就一个大箱子 出国旅行 可以带脚踏车 前面这一区啊 都是展一些有得到IF奖的产品 像是这个是链条啊 然后旁边那就是车灯啊 安全帽啊 这个IF奖呢 就是德国的设计奖 它这个奖在各个领域的产品都有 它在门口的这一区 就是单车相关的设计得奖的作品奖 然后我们先来四楼这边看 四楼这边的展大部分都是乘车 一进来就看到这种美衣品 然后有立 捷安特 然后美立达一直在载一面 所以在这里可以看到很多不同种的脚踏车 像是风路车啊 小折啊 电子车啊 三地车这种都看到 然后从四楼的入口一进来啊 就有Basic跟Birdy的摊位 然后他们都是做像小折这一种的 像他们的小折都很好看 像Basic跟Birdy这种单车啊 就是台湾自己的品牌 然后都是红到国外去 我觉得超厉害 然后捷安特也是 还有美立达 你看他还说这种配货超可爱的 然后他还说这个绿色也很适合去露营 是这种拍 我刚刚说的这台绿色啊 你看它配的这种就是巧克力拍 它就是很适合我们去露营啊 像是山地啊 这种路面 比较不平的地方做使用 平面的啊 就是一般的公路使用 你看它这个配色就很适合 就是绿色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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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诶 你看这个超酷的 这个看起来是电动辅助这一型的脚踏车 也蛮像机车的 这个我们之前在法国的时候也很常看到的 这个东西 而且它这个造型做得很漂亮很酷 而且你看它那边怎么都是可以载货呢 这国外很流行 今年就是有很多外国厂商来看赶 所以他们可能就可以在这里购买 我们现在逛到一间在那边 它是一个环发色对指印使用的清洁商品 然后我这个之前就有用过 就是可以清洁安全帽 它会变成一个泡泡 然后它就会变得很干净这样子 像是女生啊 会擦防晒会黏在那个安全帽的商品 它就是清那个安全帽很方便 目前啊 Dynamic 现有的环发车队是这几个 Bora 然后Avacin 跟Yombo车队 我们有一般消费者可以买回家自己DIY的套组 然后也有车店 在他们车店里面 帮消费者 每天车子的时候 使用的 滋滑碳纤维膏 这种东西 电调清洁的 车架清洁的 那清洁这种东西呢 除了车店自己用之外 也有一般消费者可以带回家用的 那我们产品特别的地方是 因为这是荷兰的品牌 我们有对环境保护的产品有分别 好 所以它这边啊 就是有一些像 男生物品的清洁啊 脚踏车的清洁啊 还有油品相关的东西 现在这个好多这种 可以置物的 载货的东西 刚刚还看到那个 后面有装UberEat的 电子车 好酷的 像我们之前在国外啊 很常看到这种车 你看这个UberEat的车 享受UberEat吗 这种全自动轮圈矫正器 就是它歪掉的车 矫正器 对对对对 那也是编织机嘛 编织机嘛 编组轮圈的它 偏白啊 轴相机都跑掉了嘛 用过去做矫正这样子 自动矫正 这种过来这里就是邀岳的行为 他们最近代理了很多的人事物品 然后还有班车品牌 看这个班车的品牌 就是他们代理的 然后车衣还有 也很多款式 然后最近我们看到很多的 脚踏车旅行的人啊 他们会买这种包包 然后就放在脚踏车上 那就是有放在上桌宝的下面 还有后面 那这边有条件 然后在TT的摊位这里啊 他们还每天都有五台活动 像是单车的电竞比赛啊 还有品牌时装秀啊 这种的 然后还有他们发表的新东西这样 美丽达今年的外面展示 也是很多的电子车 刚刚在门口那边 有得奖的也是 有一台是美丽达 这里有几台美丽达的单车 那它这一台就是重新舞台的专用车 哇很好看耶 可以看这个 看到这个经典节安推就是要主打旅行 看它这里有一个大 这就是我们刚刚在外面放在那边的大箱子啊 全部都是都可以放进去 连我自己都可以放 然后去看一下我们的新车 在那边 新的Propel 然后它这台新的Propel啊 就是他们最高级的Propel车架 搭配他们最高级的轮子跟面色这样 然后这个TCR它现在还是有线露在外面 大家应该非常期待它的线是做引擎的 再过来这边就是脸 你看它这个车架很漂亮 而且它这个还有新的花色 你看它这个新的紫色是真的蛮漂亮的 它新的它好像走一个花色的路线 也是很可爱耶 很有特色 然后你看它这里还写 Here comes the future Future应该是没有线的 诶那一台就没有线啊 你看这个U-bike就是很简单的车 U-bike还有E-bike系列 台北还没有 然后这个单车席 它们的摊位有展可乐果的车子 然后那边有展阿公的车子 这个我觉得很酷 你看这里有一个小房子 它就是假装你在武林的山上骑车的感觉 模拟 然后它这里有一个低压氧的机器 就可以找住你自己 然后它就是模拟你在没有空气的时候骑车 来到了Pinarello的摊位 今年Pinarello也是做了很大的改款 像是以前的Prince跟Paris都做了很大的改款 现在疫情过后啊 我们现在都可以看到 比较多国外品牌的车子来台湾展覽 像之前去年就比较少 然后在台湾的品牌还有这个X-Man 它也是很多人吃的 像我们的朋友很多人都吃这个X-Man 它其实在公路设置之外 它还有三铁车 然后那边还有电子车 这一家也是台湾的品牌 然后它也有坐公路车 然后我最近看到几个网红也是骑他们驾公车 你看它这个超酷的 它还用这个仿秀的 很酷喔 它这一家就是Trigon 也是一个台湾的品牌 最近也很多人骑 你看它这一台也做的蛮漂亮的 它是工作车也做的很漂亮 然后在主要的那一区大区的外围啊 它有一些人生互联的展示 像是封镜啊 穿的车衣车裤啊 安全帽之类的 然后这里还有一些台湾品牌的车衣车裤 服饰类的 就是小孩坐在后面可以遮挡 蛮酷的 因为他们要坐在前面 刚拍那个感觉不出来他们坐在前面需要这个遮挡 你看他们坐在后面就不用遮挡了 坐在前面就可以有遮挡 然后Z子这个封镜啊 它今天也跟王庆田合作出一个脸 好宽啊 你看就在这里 就是这个 除了封镜之外它还有一般的墨镜 蛮可爱的 然后刚刚王兴廷有来 他这个卖出的金额会捐一个十三只购 所以就是我们的兴廷 这一次的话有出外挂式的 如果你有戴眼镜的话 它是可以直接挂在眼镜上面 然后也可以这样直接戴 那比较特别是这一款 这一款的话它是变色片 我遇到紫外线会自己变深色 对然后像在试年的话它就这样一般透明片 然后晚上的话也是一般透明片 因为他们今年三月推出了这几款 我觉得都蛮漂亮很好看 然后他们特别的是 他们有出这个变色片 我觉得是超方便的 就是晚上白天都可以戴 然后你看看有这个 它这个是适合戴眼镜戴在里面 然后外面可以戴他们这个风景 我觉得很酷 好再来我们来看一看他们一楼的展群 然后一楼比较多主要是一些零件类的 然后还有K Plus也在这边 很多做单车的东西的厂商都是在台湾 他们工厂都是在台湾 然后到国外设计 然后来台湾做 所以他们一楼这边他们就会摆一些 就是像是比较制造端的东西 然后就有很多国外的人回来这边看 他要请来一家工厂做 很多脚踏车的零组件啊 都可以在这边看到 像是你看得到的握把啊 或者是链条啊 还有避震器啊 来历片啊 这种的都在这里都可以看到 你看这一家的装潢 很在山里面的感觉 不同的装潢 然后他这一家是做做光的 先我们先看 搬的碎石公路车的话 可能在轮胎上 是比较明显可以区分出来 跟一般公路车的差别 你可以看到他轮胎宽很多 更宽 那他相对的 他的吸震效果会比较好 那再来就是他的手把 你看他手把 王爱铁 相对一般公路车是比较窄的 王爱铁 他的优势就变成说 你在抽车啊 在领导 在操控性上会比较好 Gwebo他车 他主要是从美国那边进来的 因为美国大部分的路啊 江间小路 他不会像台湾铺铺油 他可能就铺碎石 我们今年这个Gwebo 有一整个set 就是从我们的前叉 那我们的这个Gwebo Handle Bar 那以及我们的升降座馆 那是一整个系列 就是内变速的变 内变速的 就是它的变速器在里面 变速 就是 也是一样的 然后在这个展览馆的外面啊 还有一区是户外的展区 然后像是有Scott 还有Snow Peak也有 像是都乐背包笔牌啊 也都有 还有Dare也有 然后他这里可以做事成的活动 好那最后呢 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逛完单车展啊 可以来南港这边 非常有名的一家水饺店 叫做北大矿 然后它的特色啊 就是水饺很大颗 然后一定要点滷味 当然是它每次都会排队很多人 就是 一定要点滷味 然后排在很多人之外 老板还很凶喔 嗯 然后滷味的话 他们的招牌就是松满猪 一定要点 然后再试试看 它这个松满猪 它这个松满猪 它这个松满猪就是有 烟熏的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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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看这个 超大的 对不对 没有 这个很大颗 然后来到这边 一定要点的就是水饺 然后不能点太多 因为会吃不完 因为它超大颗 你看它里面就是 大概要吃三口才吃的完 好 那我们这支影片就到这里啦 那这次的自行车展的时候 可以看到很多的普通路车之外 像是震山车啊 店铺车啊 小折啊 这种的都有来展 还有也很开心 这三年过去了 可以让全世界看到 我们自行车的产业 是多么的蓬勃发展 觉得很开心 那自行车展还有三天 有兴趣的人 也可以来这边看哦 喜欢我们的影片 记得按赞分享 订阅开启小铃铛哦 拜拜